每年的3到5月是建筍的采收期 万荣乡公所109年度建筍暨农特产品推广的活动 26号上午是在县府大礼堂举办了记者会 除了宣告建筍产季的来临 也表示在27号星期五的上午6点一直到中午 位在东大门夜市举办农产促销的活动 一直到4月19号为止 也欢迎乡亲要把握机会 每年3至5月是建筍的采收期 也是春季才能尝到的美味 华联县万荣乡公所26日上午 在华联县府大礼堂举办109年 预见万荣建筍暨农特产品出销展售活动记者发表会 宣告建筍的产季来临 种植在海拔300到800公尺山上的建筍 除了有淡淡竹香 味道清甜又有营养 集盘藉由活动与媒体帮助 将农民辛苦的成果推广行销 增添农民收益 3月27到4月19号 我们在东大门的各十一条街的南侧 有现场销售我们的建筍 如果是前程的希望想吃的一个掏客 可以到我们万荣建筍这个网站 去上网可以去采购 所以这个是因为农民 说实在的非常的辛苦 我们也看在眼里 但我们公所里面 怎么样的能够实质的照顾我们的农民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有研引的就是个勇气的经理跟发展 怎么让我们的建筍 到这个3月5月的时候 全国都知道说 是不是要到花莲 花莲的万荣乡 因为那边有独特的建筍 所以说这次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一年一度这个建筍又开始上市了 表示这个春天又来了 我们花莲的农特这个建筍 万荣是属于比较深山形的建筍 所以它的品质确实是又更好 那建筍它本身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些药物来噴 也不需要太多的外面的化学肥料来噴灑 那我们也非常鼓励我们所有种建筍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有机的认证 今年记者会不同以往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取消了现场摆设佳肴 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 改成外带方式 万荣将高山建筍出销活动 将从3月27日周五早上6点至中午12点 在东大门夜市各省一条街旁 举办系列农特产品出销活动 为期至4月19日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把握机会前往购买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道